大家好,我是阿宇,你会煮炸粮粥吗? 年热的夏天,来上一碗,饱腹油解暑 准备一把黑米,黑米可以增加口感,增加营养 准备一些豆类,红豆,黑豆,绿豆都可以 夏天最好加上一把绿豆,可以解暑 然后再来准备一把糯米 糯米可以增加粘稠度,这里必不可少 当然有的朋友不喜欢太多的糯米,你可以再加上一把大米 这个时候记一下里面的量 你看,刚好傍晚 记好量,等一下按比例来添加清水,不会太稀,也不会太干 把所有的食材倒进大碗里 加清水冲洗一下,洗个两遍就可以了 如果有时间的话,洗好之后再加清水浸泡一下 如果没有时间,也可以直接煮 我这里泡了一个小时 再来准备一些红枣 红枣可以增加口感 把红枣从中间剪开 然后再扭一下 再用剪刀把另外一半也扭下来 这个方法很容易就能够把红枣盒给去掉 去掉之后再把红枣剪成小块 再把泡好的食材放进地方锅里面 按照刚才的比例加入六倍的清水 刚才是半碗的食材,加了三碗清水 加好之后再把红枣给加进来 直接放进地方宝里面 按主周键,差不多是一个半小时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准备一些薯类 可以是红薯,南瓜 或者是山药板栗都可以 把它修掉外皮,切成小块 煮周的时间还剩下15分钟左右 把红枣给加进来 然后再加入一大把的冰糖 搅拌一下,接着煮15分钟 时间到,凉一下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我们的炸粮粥就煮好了 按照这种比例做出来的炸粮粥 干吸程度刚刚好 天气炎热,不想吃干的 像这样来上一碗 非常的开胃又解暑 喜欢吗?喜欢就点个赞收藏起来 以后试着做一下吧 感谢观看,我是阿宇,拜拜